月經濟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進入更進一步了 知道了OS 它的角色重要性 它的目的之後呢 我們就來真的開始講 作業系統或整個電腦系統 是如何透過作業系統 來做運作的 那 這個電腦的系統 我們都知道了 就是Von Neumann的Architecture 也就是你有CPU 你有Memory 你有IoDevice 把它串起來 就會成為一個電腦的 這個架構 對不對 現在電腦都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很重要就是 所謂串起來是什麼勒 就是就像你把你的電腦主機打開來 你會看見的 上面有Bus 線把它全部接起來 對不對 所以把各種的Device都透過各式各樣不同的Wire 或許有點複雜很多還有Rocky 但是其實 你把Abstract起來 它也就是透過這些Bus 把它連在一起 那 所以連在一起之後你的作業系統 弄在這台電腦上面的目的是什麼勒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去控制 而且是你要去 Share 那一塊Memory 因為 這個 這些Device 全部都是 這個直升有一個 或是有線的在那邊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執行任何程式 你的程式的instruction當然是 run在CPU 然後 instruction裡面需要用的Data 一定要在Memory 對不對 那你最後的結果 你可能就寫到 某一個 Io的Device 上面去 那Again 那是Control的部分 但是 Colding的部分就代表 問題在於 今天有很多的程式 他們都有他自己刷尋自己的要求 你要能夠讓他們同時 Concurrent的 執行在這台電腦上 但是又不能出錯 什麼這樣出錯 簡單來講就像 我不能夠修改到你的Memory的Content 我們兩個是不同程式 所以當然我的只能夠修改我自己的資料 今天如果可以修改另外一個人的資料 基本上電腦不能用嘛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子讓他可以同時去share 變成 這個OS 要去負責的事情 好 那 他再去讓這個CPU 我們看到CPU 這是一個例子來讓大家知道OS到底是怎麼樣基本的運作 所以我們今天例子看到是 我們今天如果有個CPU 他要對 一個Io的Device 比如說像是Disk 要去做Io的動作 讀寫一個資料 那OS到底在這裡面扮演什麼樣子的一個角色 那 你可以看見的首先 我們後面會講更多Io那邊 不過這邊大家基本上知道就好 所以 最後一邊當然就是HardwareDevice 你就想一個一個Hard Drive 那你為了要去把資料寫過去 你要通過一個Controller 這Controller是硬體 就是一個Hardware的Controller 他的目的就是他能夠做最Low Level的 可以去Control這些Device的磁頭 比如說 這個磁頭的轉動等等 那你的資料的流動 在這些Controller上為了要流動 他一定會有 看見的Buffer 所以你的資料要先寫到這 再寫出去 為什麼 一定要Buffer 因為IoDevice很慢 對不對 那 這個 我們講完這個就好 抱歉 那 CPU這邊 很快 所以你如果要沒有Buffer的意思就是你要把資料直接從Device 就是Disk上 Copy到Memory 這個很久的時間 你知道所以 CPU一定會Idle 就沒有辦法符合我們一開始說的那個概念 所以在Controller上其實都會有一個Buffer 那你為了要透過Buffer去讀跟寫 你就會有Status的Register跟DataRegister來控制這個Controller 所以Status就會告訴你 現在這個正在進行Io還是說他現在是Idle 他是Beezy還是Idle 那DataRegister就是 單純可以講就是另外一個Buffer 所以你很快先寫到Register 然後再寫到Buffer 那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流程 那 所以 當我們在做Io的時候 其實是資料 要注意到 資料其實是先從IoDevice 先要寫到Buffer 那寫到Buffer這個動作 就是 這兩個之間這一段的Io 是有Controller做就好 因為Controller他是 其實他自己有一個小簡單的CPU chip 所以他可以去控制可以做動作 所以他可以自己去完成這件事情 沒有問題 跟CPU無關 但是呢 後面 因為Memory是CPU在使用的 所以這一塊這個Buff 這個後半段的Io 一定要透過CPU 下指令 或是另外一個人下指令 去控制這些值 然後去完成這個Io的動作 所以其實是分成兩段的 那 我們可能 講了這個 那所以 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在CPU這邊怎麼控制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 基本的例子 基本的方式 大家知道這個 我們等一下下一個再講 怎麼樣可以improve它 那基本上這個例子就是 我要把一吋字串 把它寫到IoDevice上 因為速度的關係嘛 所以我不可能一次把資料全部塞到Buffer 因為Buffer空間有限 對不對 所以 一個方式 我們叫所謂的BZ Waiting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Buffer寫滿你就要等 對不對 等到Buffer 真的全部寫到Hot Disk之後 你清空了 你再寫下一批 所以其實是必須要這樣子分兩棟過去的 所以在CPU這邊的call 一個基本的BZ Waiting的寫法就是 我會一直 在這邊看我的character 這個只是 就是結尾啦 所以看到這個character就知道我的資傳結束而已 那我就不斷的想要把東西寫出去嘛 對不對 可是我寫出去的時候 因為我會怕他在BZ 就是說他還沒把Buffer清空 所以我這邊一定會需要寫一個while loop 去pick他 就是去看那個status Register值 是BZ的 那我就 只能在這邊等 BZ Waiting 所以我們叫BZ Waiting 那當這個值 這個不等於0 代表他沒事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它做一個加加的動作 然後pork值就是把它寫出去 就是寫到Buffer 所以其實是一個這樣的流程 那這邊大家注意到就是這個動作 while 在pick 意思就是說 你在做IO的時候 其實你真正在寫的時間 並不是說的時間 你其實還會 花一段時間在等 說什麼時候我可以把它寫出去 那如果這樣的話 你雖然你的IO很慢 就我們之前說的 IO很慢 你花了 10個ms 這10個ms CPU在幹嘛 浪費 在某種 它是某種程度的idol 它只在浪費你的CPU cycle 等於是在 在idol一樣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方式在做IO 我們的電腦是不可能運作的 或是非常非常沒效率 尤其如果你寫的字 很長的話 很久的話 所以這個 其實是沒有辦法讓 這個 實現我們一開始說的 IO跟 CPU 有沒有 要overlap 這個是做不到的 因為它其實會一直霸佔CPU 同時霸佔CPU 同時霸佔IO 那你的電腦是沒辦法做sharing 好 那我們就休息10分鐘回來解釋 如何透過interrupt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現在真正OS的 控制的方式 好 好